媽咪 BELLA BELLA 爆了 Hi 我是 Tiffany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如何唱歌 我學唱歌原來數數手指都已經超過10年 讀大專的時候都是讀音樂 主修聲樂系 所以根據我的經驗 我歸類了6個我覺得唱歌最重要的要素和大家分享 有呼吸 放鬆 聲音混用 咬字 演繹和心態 提起唱歌的呼吸 相信大家都聽過用丹田唱歌 那什麼丹田呢? 其實在我學唱歌這麼久以來 我從來都沒有聽過我的老師說過丹田這兩個字 於是我上wikipedia找 丹田原始度教修煉來 丹中的精氣神詩用的術語 但現在已被各門各派氣功或運氣方法 如唱歌及說話用丹田氣 可減少聲帶受損機會 廣為引用 那是怎樣用呢? 所謂丹田就是指 詞下丹田 吐詞下方的意思 而運氣即使把全身力氣集中於丹田之意 寫中東方的鍛煉法大都著眼於腹部 鍛煉丹田可使身心安定 射箭時也能穩定地中靶 原來是這樣 其實跟我練的呼吸方法是一樣的 唱歌最重要就是用橫隔膜呼吸 又可以叫做複式呼吸 吸氣的時候橫隔膜下降 肚和腰都會漲 那我們就會儲住氣在裡面 呼氣的時候橫隔膜上升 肚和腰都會縮 氣就會放出來 大家可以臨睡前 超放鬆的狀態在床上感受一下 你會發現呼吸的時候 肚會漲、會縮 那你就是用橫隔膜呼吸 這樣呼吸可以令到我們吸入更加多的氣 而且用得更加穩固 另一個作用就是放鬆身體 令到我們的肌肉不要那麼緊張 那就帶到第二個唱歌最重要的要素 放鬆 有時看歌手唱歌的時候好像很肉緊 給了個錯覺大家 唱歌就是很用力 但其實放鬆都是唱歌很重要的技巧 甚至乎我覺得是最重要 我們的聲帶要穩陣 要有穩定的氣息 全靠一個唱通無阻的通道 讓我們把聲音可以很順暢地唱出來 而這個通道就是我們由頭到腳都連在一起的 身體 沒錯啦 唱歌最重要就是整個身體都放鬆 除了橫隔膜 肌肉一緊張 就會將我們的通道變窄 這樣就沒辦法發揮得最好 特別是靠近我們嘴的位置 下巴、頸和肩膀 這些地方一緊了 你的聲音就沒辦法很自然地唱出來 有一個很簡單的練習 就是合上雙眼 站直 雙手放在旁邊 深呼吸 就是這樣 你就可以放鬆了 我都很建議大家唱歌之前都這樣做 你個人就會放鬆一點 到第三樣了 就是聲音運用 也可以說是Placement 聲音大概可以分為三個區域 有Chess Voice Head Voice 和Pasaggio 即是Mix 即是過度聲區 即是神秘的地方 哈哈 懂得運用這三個區域 就是一個好的開始 要找你的Chess Voice 可以試一下想像 你自己一個在廁所按摩的時候 發現沒有廁紙 你會說 有沒有人可以幫我拿廁紙進來啊 或者 媽咪 這個就是Chess Voice 唱歌的時候 你可以想像這個情景出來 那就應該沒問題了 好像這樣 媽咪 至於Head Voice 你可以試一下 扮猫叫 又或者 扮唱Opera HELLO 爆了 子彈啊 當然還有其他聲音運用的技巧 例如我們會說 真音假音 真假音轉換 又或者 Chesty Mix Heady Mix Twang Vocal Fry 等等等等其他的技巧 有興趣看我詳細解釋其他技巧的話 歡迎留言告訴我 第四就是咬字 唱歌和其他樂器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我們有 字 所以我們有多一樣東西要處理 就是要清楚咬好你要唱的字 才可以令到別人聽得明白你唱什麼 要做好唱歌的咬字 我會建議把字拆開 Consonant和Val 即是母音和字音 然後慢慢讀 才再唱 為什麼要這樣做? 因為你會比較清楚 字怎麼開頭 怎麼結尾 例如 忘記 我們廣東話的拼音 是M開頭 M 然後中間 O 然後還有尾音 NG 去收回它 我現在比較誇張了 但是你會很清楚知道 開頭 中間 和結尾 這個字就會清楚了 用一句歌詞去示範 忘掉中過的花 忘 掉 中 過 的 花 花 通常我會在腦中 想一下 這些字是怎樣讀 然後 我腦中的畫面 就會出現 這堆拼音 將要唱的歌詞 好好地理解 究竟它怎樣讀 這樣就可以咬字清晰一點 甚至乎 有時不怕誇張一點去練習 當你自然唱的時候 就會更加好 我現在示範一下 咬字清晰 和咬字不清晰的 這一句 忘掉中過的花 忘掉中過的花 第五 演繹 剛才都說過 唱歌那麼獨特 就是因為跟其他樂器不一樣 我們有歌詞 而歌詞是帶有情感的文字 所以唱歌的時候 我們都要好好地閱讀一下 理解一下歌詞的意思 再用自己理解到的情感去唱出來 這樣才會是一個演繹得好的歌 如果不是 你只會聽到好死板 讓我示範一下 沒有感情 和加入了感情的唱法 什麼叫絕望 抬起眼望望 如今我在你面前呈堂 隨便收汗 什麼叫絕望 抬起眼望望 如今我在你面前呈堂 隨便收汗 來到最後一項 第六 為什麼你會唱歌 你唱給誰聽 你唱歌來做什麼 或者你唱歌的時候沒有想過這些東西 有人唱歌純粹是因為自己喜歡 有人想挑戰自己 亦都有人想分享又或者炫耀 不過唱得開心才是最重要 有人說心態決定一切 我都幾認同 如果你喜歡唱歌 就自然會想學得更好 那你就會唱得好 今集一邊聽一邊學 就跟大家簡單介紹了 我認為唱歌要有的六個要素 如果有更多唱歌的問題想問我的話 歡迎大家留言 又或者想聽我唱什麼歌 或者分析什麼歌 都可以留言告訴我 最後謝謝大家看這條片 希望有幫到你們 那我們下條片見 Bye